我自己都是一個牧師的兒子 我都很明白這個信義代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艱難 其中一個我們很多時候就是那個期望 別人的要求、別人怎樣看東西 很多很多不同 我現在都有一個十三歲的女兒 她都跟我表達 她自己都有這個壓力 有時候很難做自己 很難做自己 很難做自己想做的事 好像很多人看著 但某方面這個壓力不是真的環境造成 反而是撒旦給我們 讓我們自己覺得我不可以做自己 其實上帝是想我們做回我們真正的自己 只不過這個謊話就放進去 所以其中一個我們經常對抗的地方 就是我要怎樣給別人看 我記得我跟媽媽爸爸的時候 我以前媽媽爸爸是一個我覺得都算挺出名的牧師 我在她面前我也要某一個樣子給她們看 說話要不同說話 特別去到大學的時候我真的脫掉 不同的東西開始試 不同的東西開始玩 以前不可以做的事都會做 因為我覺得這個只不過是一個不可以做的壓力 有一個預期 一個要求 因為有這些期待在這裡 令到自己覺得好像不做得自己 但仍然跟上帝是一個缺乏的 沒有一個結連的 因為結連不夠強 不夠強 我就被撒旦欺騙了我 你這樣才好 你這樣才好 那一路起一路起 在這個謊話上面 就一路一路起多一點 那謊話越來越強 令到很辛苦 所以我也明白 有時候我們做第二代的年青人 第二代的基督徒是不容易的 撒旦會用這些在這裡 因為在我們腳前已經有爸爸媽媽 在我們腳前已經知道有什麼對和錯 反而在外面的年青人 他們沒有說人對或錯 所以他們好像已經沒有這個叛腳石在這裡 他們的要求也沒有什麼要求 可能要求也是別的東西 但在我們基督徒裡面 我們年青人一路一路成長 我們就自然而然有這個 rules 這套東西在這裡 令到我們好像經常都要面對 雖然這件事是很難的 但我們已經靠順帝了